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近日谈 我是艾楚怡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大会做报告 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成就 他强调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百年伟业 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未来怎么干 今天我们一起从20大的报告当中寻找答案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全球化智库副主任 苏州大学讲习教授高志凯先生做分析跟解读 首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大会在上午十点开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二十大主席团常委会成员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李克强宣布大会开始 全场起立唱国歌 大会首先向已故的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随后习近平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做报告 习近平说 二十大是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城城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信自强 首正创新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用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来形容中共十九大至今的五年 他说中共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有效应对了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 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开展抗击疫情 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习近平在回顾中共十八大至今的十年变革时说 十年来经历了建党一百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完成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是三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他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环节费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 是标秉中华民族发展实测的历史性胜利 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习近平回顾说十年前面对的形式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但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 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这些问题是影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 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中共中央审视夺势 国敢抉择 润意进取攻坚克难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组人民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 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习近平在报告最后说 全党要牢记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牢记空谈勿国 实干兴邦 高湘你好 我觉得主要是分两个阶段 开局的五年如果打好基础 那么对于实现2035年的目标就是重要的贡献 而实现了2035年的目标也就是为实现本世纪中叶的最根本的目标 所以未来五年是党开局的关键之年 未来五年我们如何来把握好呢 未来五年对中国来说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 因为一个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另外还有国内的很多企业也有很多的压力 外资也在观望之中 有许多外资希望能够继续留在中国 但也有不少在考虑要离开中国 但到底怎么走 现在我们还是要做好很多的工作 要留住外国企业在中国继续发展 同时发展我们国内的国企和民企同时要发展 这一来的话 比如说我们还要对付人口下降的问题 老年化的问题 尤其是今年大学生毕业 有一千多万人毕业 这个数字是破了历史记录 怎么能够给每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落实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今后五年来 我们一定是要站门脚跟 沉着地应付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压力 同时在经济上一定要突出 经济发展才是重中之重 因为如果经济发展抓不住的话 那其他很多地方都是虚的 是 在这个首要任务中心任务当中提到的 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表述是首次出现的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来理解呢 确实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提法 我觉得现在各位党代表都在学习研究 而且全国上下都在学习研究 我自己的顶体会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 它必须在国内是包容性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的 另外在国际上的我们也不能够只顾自己中国一个国家的利益 我们一定是要为发展世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而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呢 我们中国从量角度上来说 是很容易达到最大的量啊等等啊 但是从质量上来说 从强国角度上来说 一定要做强 不仅要做大 还有在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角度上来说 一定要突出科学技术 一定要突出创新 因为不然的话呢 有些西方国家 它一直用它的技术的制高点 来反制我们 制裁我们 我觉得在我们建成现代化的中国 而且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话 一定要突出科技强国 而且呢是做大做强 您所指的就是高质量的发展啊 高质量的发展其实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首要任务 那么所说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如何来解读 对 我们从1978年以来 已经走了44年的路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求发展 因为那个时候啊 百业带新 而且呢很多地方 我们都没有很多的优势 到今天为止 我们在规模上 已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了 实际上 从购买率群价来说的话 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过美国了 即便是从官方汇率来统计的话 到2020年底 中国经济规模也达到了美国经济规模的80%左右 所以从今往后走的话 高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我刚才强调高质量一定要体现在科学技术方面 创新方面 也就是从我们原来在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 到最终是中国发明创造 这个过渡是至关重要的 而高质量的发展 也能够为全体中国人民 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企业 带来更多的收益 使得我们的发展能够更有持续性 我们知道发展是党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在未来如何做到高质量的发展 对 我们过去老师说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的话全党全国上下 都必须用发展作为中心的任务 但是发展的时候 我们往往说要不然就是求量 要不然就是求纸 这两个实际上对中国来说都至关重要 原来我们老是说大国 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强调强国 举例来说 总书记在报告里边有讲到交通强国 过去我们一直说我们是交通大国 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的重点变了 就是一定要强调交通强国 而这一点的话 它不仅仅反映在比如说公路啊 铁路啊 我们还要强调高铁 还要强调以中国自己制造的空中飞机 来形成我们的航空力量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从大国到强国是一个转变 而且也有一个累积的过程 而且离不开每一个人 每一个企业每一天做出的奋斗 在报告当中还提到了 要把未来经济发展的着眼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 要推进新型的工业化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 包括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交通强国 以及航天强国 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 您如何来看待这几个关键词 对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想起比如说英国过去 有很强的制造业 但是它一定要搞金融 所以为了推动它的金融发展 有意无意的 把它的很多的制造业都荒废了 对中国来说 我们绝对不能走这样的路 我们又要发展农业 工业 制造业 然后科学 技术等等 是必须全方位的发展的 与此同时制造业和工业发展 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一百多年前 我们中国连灯都不能生产 叫洋灯 然后呢 针也都必须靠进口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工业水平 真的是一穷二百 但是到今天为止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 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量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 美国 德国和日本 加在一起的总和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中国制造是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刚才强调 但是中国制造还不够 一定要把设计 把发明创造 把最根本的科学技术打扎实了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使得我们中国制造的基础 越来越夯实 而中国也从一个大国 我们一直是一个大国 变成一个真正的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强国 而这个就是在2035年 到本世纪中叶 能够全面地实现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中国人 都看到了希望 而且都知道 我们个人 家庭 企业 机构 和整个民族的未来 到底是什么样 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好 先谢谢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近日谈 继续带您关注 二十大报告当中的港澳台部分 相关话题稍后分析 一会儿见 新闻近日谈 欢迎你回来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发表报告 提到香港问题 强调推动香港进入油乱倒置 走向油质吉星的新阶段 而在台湾问题上 习近平重申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 面对香港局势变化 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 香港局势实现油乱倒置的重大转折 我们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 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推动香港进入油乱倒置 走向油质吉星的新阶段 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 良好态势 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必须长期坚持 他重申 要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针 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 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更好发挥作用 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他也说 大陆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继续致力于两岸经济文化合作交流 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气和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 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习主席在报告当中 多次提到一国两制和港澳的工作 对于香港特区未来的工作 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我觉得香港现在继续在进行一国两制 而且到2047年以前 必须毫无含糊的 毫不含糊的 坚决的支持一国两制 而一国两制的话 就必须是港人治港 因为过去香港乱的时候 有些人他对于基本法 他对于中国 对于香港的主权等等 提出了各种各样毫无道理的 而且是违法的说法 甚至在推港独等等 这个本身它就是错误的 而且必须坚举打击 而且在香港一定要宣传和伸张 中国对于香港的主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当时说50年不变 绝对不是说50年不管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香港现在全方面的都在推行 叫爱国者治港 这一点本身一方面是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也是真正的是常识 因为你想想看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他说当政府公务员 当议员等等 你是不爱这个国家 或者不爱这个地区的 不可能的 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 还是在发达国家 包括美国英国这样的 我觉得香港由爱国者来治港 这是天经地义 谁也没有任何理由 对此指手画脚 我相信在一国理由的大前提下 有爱国者治港 然后香港上上下下老百姓都一条心 一方面背靠着主国 另外一方面积极地参加到 比如说大湾区的建设 还有中国现在跟世界各国 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都已经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了 在这个过程中 香港同胞们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香港和澳门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 如何利用好自身优势 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 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大局 确实对于进入到这些西方的国家 尤其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 它有很多的便利条件 能够做到知己知彼 而且经商等等 法律结构等等 有很多的便利 另外一个 香港继续能够发行它的货币 港币继续是一个国际认可的货币 虽然它的量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香港能够有普通法 能够有港币 能够继续用普通话和英文 作为它的工作语言的话 那对于帮助大陆跟世界打通关系 真正的走向全世界 确实能够发挥很多的作用 你刚才讲到澳门 澳门也很重要 因为世界上现在有几个 说葡萄牙语的国家 变得越来越重要 包括比如说巴西 巴西就是说葡萄牙语的 而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你像澳门 它地域虽然很小 人口总数也很小 但是它如果能够作为 我们整个中国 跟普与国家 对接的一个重要的纽带 我相信澳门 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您认为香港如何来巩固 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已经成立 而且已经在发挥很积极的作用 一定要恢复信心 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香港继续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不会变 为什么呢 一国两制对香港最好 对整个全中国也都是最好 而且对于整个国际的金融体系的运作来说 一国两制也是一个创新 而且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香港一定要抓住机会 因为你比如说香港跟深圳来说的话 它从各方面规模啊 人口总数啊 另外一个高科技含量方面 都已经落后了 香港的优势不是刻在石头上不会变的 如果假以时它不奋起直追的话 香港的优势也很危险 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还提到 支持香港和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当中 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我觉得拿香港为例的话 举例来说它的房地产是一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新一届的特区政府任务很重 一定要从住房上打开缺口 让香港的老百姓 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看到希望只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能够自己买得起在香港的房子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台湾的问题 习主席在报告当中还强调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是党实质不渝的历史任务 同样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述 我们如何理解呢 我觉得习总书记的重点 他强调是台湾问题 是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 也就是说你外国你根本没有权力 也没有资格来过问到我们 祖国的统一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事 另外一个我觉得 习总书记再三强调 我们现在首推的还是和平统一 也就是要做不懈的努力 来实现和平统一 但是很多人说 你既然要推动和平统一 那为什么不放弃使用武力呢 不能放弃 总书记相当非常的明确 如果放弃用武力的话 那谁会受益呢 是那些台独分子和分裂分子 是那些外国势力 他试图打台湾的牌 他试图要把台湾 从我们中国的版图里边夺走 到了这样的关键的时候 如果台独分子 不放弃他的分裂的企图 如果外国势力 继续来支持这样的台独势力的话 那在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进行和平统一的努力的前提下 我们是可以有权利考虑 其他任何的方式 包括非和平的手段 习主席还强调 大陆始终尊重关爱和造福台湾同胞 也将继续致力于 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上的契合 这又如何解读呢 确实这样 因为从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 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台湾居民总数是2300万 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口总数里边 它的比例只有1.6%左右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一方面每一个台湾同胞都非常重要 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总书记也再三地强调 一国两制是最好的解决 统一台湾的方式方法 而且希望台湾同胞能够听得明白 心里也要想得明白 而且一定要认识到台独是一条死路 而且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个两岸之间 何为贵 而且一国两制能够一方面保持台湾 目前的生活方式等等 同时又使得台湾能够真正的和大陆融为一体 使得台湾同胞的利益得到最大化 非常感谢高先生为我们来解读二十大的报告 感谢 谢谢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